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道创意融合菜 做法不难 味道也是很特别的 咱们一起来学一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达人厨房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王红 王阿姨 欢迎大家好 美食达人 王红 南京人 爱好旅游 爱好美食 擅长创意家常菜 因为我特别喜欢王阿姨来做菜 为什么呢 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新颖的菜式 比如说今天在你带来的食材当中 我觉得这个搭配我没见过 今天王阿姨是要用百合和橙子来给我们做一道菜吗 做一个橙香百合 我是用这个橙子的味道去综合它的苦味 所以吃起来我们应该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果香口感 有点果香味的 但是对于我们南京来说 在我的印象当中 百合只有两种吃法 第一个就是夏天的露东百合汤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炒菜 西芹百合 对 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学习一下 我们用橙子和百合 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美味的火花 第一步我要把这个百合清洗掉 清洗的时候不要弄碎 我要一小朵一小朵的 就是跟我们做那个百合汤的时候不一样 百合汤是把它全掰碎了 然后根要去掉 这个是一朵一朵的 对 就洗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不要把它给洗碎了 然后把这个根都修一下 根的苦味是最重 但是也不要破坏它整体的形状 然后我要切点洋葱去铺底下 把洋葱铺底下 好 接下来的我来 要厚厚的铺上是吗 铺上一层就行 然后我现在层子需要取它的皮 我并不要它的肉 王阿姨铺成这样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然后橙子的皮也是铺在上面是吧 也是要取这个橙皮的香味 然后我还要一点这个大蒜头放进去 要整颗的吗 就可以整颗的 好 我要倒点油 我们要把这个排起来 把它放进去 是一朵一朵的方式是吧 好 就根朝下 这样啊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个热气已经上来了 王阿姨今天怎么会呢 要给我们做盒呢 把盒它轻轻火 这个百合是养颜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盖上盖子吗 我们再加一点在百合的表面 我们盖盖子 好 这会儿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给盖上了 但是王阿姨我有个问题 我没有调味 我马上就来给调一个汁 还要调一个碗汁是吧 好 调一勺蚝油 调一勺生抽 酒 然后再加一点清水 再加一点糖 再加点 因为百合有点苦 对对对 王阿姨今天调这个料汁的时候 你并没有放盐对吧 百合是有带甜口的 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应该是甜口 那个生抽 苦中带甜对吧 所以用生抽就可以了 不要那么咸 什么时候放下去呢 我们看一下 哇 闻到有洋葱的香味了 好 浇在百合上是吧 因为要让它入味的 对的 对 它一拌一拌的 它可以吸进去的 嗯 哇 好香啊 橙子味出来了吧 橙子味 十分钟摆合就会完全熟 就完全熟了 好嘞 好 那现在等待十分钟的时间 哇 就是这种 在沙包里面咕嘟咕嘟 然后冒着热气的这种感觉 特别的好 这个百合就是一大朵一大朵的吃 过瘾啊 对 口感也比较好 热乎乎的 你看到现在还是冒着热气里面 还在滚着 哇 你看 我一夹 就碎了 就好面啊 有那种 幽幽丝丝的橙香味在里面 对 然后嚼到最后会有一点微苦 这个是轻火的 嗯 它很面嘛 很面 很好吃 对 百合这么做真的很好吃 面糊糊的 一点都不觉得啊 有那种百合很重的苦味在里面 我综合了一下 它没有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橙香百合 是怎么做的 做这道橙香百合 首先将鲜百合洗干净 掰成小朵 去除根部 取橙皮 切小块备用 第二步就是 以洋葱块垫底 铺上橙皮 放蒜头 倒少量油 以防粘锅 放入百合 再淋一层油 大火焖至五分钟 第三步 调制料汁 蚝油 生抽 料酒 水 糖 搅匀 倒在百合上 再焖煮十分钟入味 这道风味满满的橙香百合就可以享用了 这道橙香百合呢 其实就是类似于砂锅举百合 只要呢 加入橙皮的这个香味在里面 那口感上就会多一些香甜 中和一下百合的这个苦味 是一道又开胃又养颜的菜 大家可以在家试一试 做法呢 其实也不难 大家呢 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十色生香 然后关注我们的栏目抖音账号 里面有很多的探面信息 菜铺等着大家去关注 好 稍稍休息 待会呢 就为大家展播 网友们上传的美食短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